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怎么制作 首先我们开一个PowerPoint的心得档案 就是点选左下角这个开始 然后去找到自己的PowerPoint 所以点选所有程式底下再去找找看 能不能找到PowerPoint 就你随便打开一个PowerPoint的档案 然后你打开PowerPoint 建议开一个新的档案 对就算你不开一个新的档案也没关系 因为当我们今天插入相簿的时候 他就帮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办例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插入 插入底下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相簿的功能 所以请点选插入相簿 那我们刚刚的相片是不是都下载下来了 所以透过这个档案与词叠片 我们把它抓进来 所以你要在这边选这个下载 请点选下载 建议各位七张图片通通都抓下来 七张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直接选到七张图片 七张图片插入 而且每一张图片建议放进来的方式 其他档案都不用练 就是保留调整成什么 调整成投影片的大小 保留成投影片的 反正所有设计品都不用练 但是我这一张logo 我想要放到第一页 所以你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动 到时候只是拖曳那个投影片 调整顺序 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呢 选到第七张 第七张 然后往上移往上移顺便 顺便告诉你 原来在这里面 有图片先后顺序的调整 好 点选建立 这样我们就把七张图片都放进来了 我重点是第一张不要 第一张请把它删掉 好 那放进来的每一张照片 你有没有发现都刚好放在中间 没关系 那等一下你可以调 因为第一张我的logo 我一定要把它缩小 我一定要把它缩小 因为等一下我再加一点我的创意 可是现在重点 重点是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左边有空一点点黑色 右边有空一点点黑色 没关系 甚至等一下我还要把它再缩小一点 因为你要考虑到 这是图片是主角 影片我们就是要让别人看是图片 不是文字 所以图片呢 等一下我们可能要 你可能要加学一些什么 往正中心缩小 往正中心四个角落放大 或者是如果你不会 反正你就想 等一下你要补一个文字进去 等一下吗 往正如说 它良好 按订阅